针对清明扫墓工作分配 细子区公所邀请了环保局清洁队 消防局第六大队等相关单位人员召开了一场协调会 清明节许多人都会前往扫墓记组 细子区公所也将在各公墓入口处提供便民服务 虽然清明廉价是从4月4号星期四开始 不过可能有些人会提早扫墓 所以细子区公所在各公墓提供的便民服务 也提早在3月30号以及3月31号开始 和往年一样公所将在辖区内的公墓 设置十处的服务站 清明扫墓期间 我们细子区公所在3月30号31号 以及4月4号清明当天 我们有设置了十个一个扫墓的服务站 那我们在我们的服务站里面 也会提供我们矿泉水水桶以及手套 给各位市民好朋友来取用 那另外我们也鼓励大家能够集中焚烧我们的精子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精子回收袋 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使用 我们能够集中焚烧 能够减少相关的一些污染 请我们工作人员先把垃圾 集中 集中 那我们下午之后 一派一次过去收益 那这部分对于垃圾部分 还是必须要抢掉 所以我们继续用垃圾袋 然后要做分配 服务站提供多项便民服务 眼前这些看得到的矿泉水 手套水桶 通通在现场都可以索取 而清明节扫墓也结合环保 加强宣导民众 纸钱集中焚烧 现场有准备这种红色的纸钱集中带 找索取并且配合集中烧 十处公墓服务台都设有纸钱集中焚烧站 民众可以将装好的袋子交到服务台 还有就是为了让民众前往扫墓更方便 在4月4号由扫墓专车提供服务 清明节4月4号当天 我们有开放扫墓的一个专车 也这边跟大家做个提醒 整个专车会从汐止火车站发车 经汐止区公所到我们第一第二公墓 以及无独火车站 欢迎我们说4月4号那一天 我们所有乡亲能够参加利用我们的扫墓专车 另外在交通配套措施上 针对汐止第一公墓周边 也就是新台湖路二段过了茄东路口往细平路方向 也规划双向红黄线路段开放停车 新台湖路二段相关的一个指定路口 我们有开放红黄线停车 及大客车的一个客位 能够让大家能够方便来停车 以利益大家来扫墓 所以欢迎各位好朋友也能够来多加来 相关的一些交通指导的一个措施能够来配合 那最后还是要麻烦大家 就是我们能够集中焚烧精子 也不要随意燃烧相关的一些草 希望说我们能够把整个清明赏幕期间 都能够很平顺 在靠近第一公墓的新台湖路 在3月30号 3月31号 以及4月4号 开放大行车停车格 提供小型车辆停放 也请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这场惠林细子采访报道